每天至少要用一個半鐘頭 30分鐘的柔軟跟靜坐 然後一個鐘頭的體胃滑 這是最起碼 然後飲食 飲食也是要注重 那我大概晚餐我很少吃米飯 在晚餐的時候肉類跟米飯我就不吃 也不是說完全進食 就只是少吃少量這樣 還有該注意的就是生活習慣 早睡早起要睡足七個鐘頭 真的是這樣 如果睡眠不足的人 腦力是會衰退的 那我有覺得我生病的時候 的確記憶力喪失很多 那時候因為我還在讀碩士班 我發現我讀不下去了 然後那個體力也不堪負荷 然後體力一差 情緒情緒就會很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 人生如果到現在還有什麼遺憾的話 就是說在孩子成長的時候 我的體能狀況很差 沒有辦法陪伴他們 然後變成孩子跟我都不夠親近 那我現在的體力 比30幾歲或40幾歲的時候都還要好 假如現在孩子還小的話 重新來過的話 我一定可以跟他們互動很好 所以我也鼓勵大家 尤其是有小小孩的 真的是把自己的體力訓練出來 你才有足夠的精神去跟他們互動 量質的互動 不是只有跟他們相處 那跟他們相處那是夠的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量質的 跟他們的對談互動了解 那是要用很大的精神 那吸取大家 也感謝大家 我們下一期 9月4號見了 那本來呢我還要想請那個 遠從桃園來上課的同學來 來接受採訪 因為他剛進來 所以讓他休息一下 下課後再採訪好 好 那我們現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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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